跨国企业寻找避税天堂 未来要走入历史了吗 再找不到避税的地方吗 七大工业国组织G7的财长会议 达成了一个税收当中历史性的协议 而根据这项协议 各国的企业税最低也要有15% 不容许再更低 这是因为在过去几十年 很多的国家争相的压低 自己国家的企业税 以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 到自己国家来投资 但是这些大企业就因此 出现了很多避税的方法 迂回避税 各式各样花招避税 所以让这些大企业少缴了好多税 特别是他们可以规避 在他们的母国支付税款 那这项协议直接冲击到的 都是跨国大企业 比如说像是微软 像脸书像是Google 这些大型的跨国企业 甚至连我们台湾的护国神山 台积电很可能都会受影响 而这些企业如果未来都得要多缴税 会不会转嫁到我们消费者身上呢 今天的大世界话题 我们就带您快来看一看 好我们首先就来看到了 这个G7的财长会议当中 所做的一个历史性的决议了 他说要推动全世界最低的企业税 也要百分之十五设一个下限 不然大家拼命的你低我更低 然后我再更低 大家要抢这些跨国大企业 他说没完没了了 不只是各个国家收的税越来越少 而且还会让本来应该要收到税的国家 根本通通没有 所以他说大家以后就是不要在那个地方 抢来抢去 然后比来比去了恶性竞争 所以就定一个最低也要有百分之十五 然后原因呢 就是在过去的这个年代里 大家呢就拼命的压低企业税了 所以他说全世界共同联手 打击企业的巨额避税 让企业多缴一点税 他说这样呢 可以促进全世界大家一起好嘛 不然的话企业这个 大家恶性竞争 税越缴越少 大家都没好处嘛 所以呢我们定一个 这个最低的下限 所以呢让大家都多收一点税 就G7他们这个共同做的一个决议 然后呢G7已经做决议之后呢 要放到G20当中 七月份希望也可以跟更多的国家达成共识 那当然啦 这些世界上很重要的国家都达成共识之后 他们未来希望推广到全世界 好那我们就来看到了 那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让这些科技巨头 未来恐怕真的很难避税 好这样的一个协议 他的细项是这样说 未来在各国你至少要克15%的企业税 然后哦 他说呢母国还可以追征 补足到最低税率 就是比如说像现在我们举一个例 像爱尔兰 爱尔兰他的企业税只有12.5% 所以呢几乎现在有好多的跨国大企业 在爱尔兰都有一个分点 然后他们会怎么做呢 他们就会把这个营收通通灌到爱尔兰的公司 在爱尔兰缴税多缴点 多缴一部分的营收放这里 然后比如说呢 他在母国他就留一点点营收 他还是有缴税 但是我的base很小 所以我当然缴税也不会太多 但是呢我把那个大部分 大堆头的大金额的营收 通通灌到爱尔兰分公司 我在那里缴少少的税 所以呢这个母国都收不到啊 他全部都在爱尔兰缴掉了 那搞半天他是在我这里注册的公司 所以他说还有一个条款叫 我母国可以追缴 比如说你在爱尔兰缴12.5%对吧 但是你要缴15%嘛对吧 所以呢你其中的这个差额 你要补足补给母国 我可以跟你要这些税回来 另外他还有一个条款是 这些跨国大企业 你的利润超过10%的部分 超过10% 你就要克20%的税金 所以他有非常多的细项 要让这些跨国大企业 特别是科技巨头 可能都跑不掉 那所以呢刚看到像脸书Google啊 像Apple啊像Amazon啊 可能都要面临到 未来要多缴一点税 那为什么让这些国家 会觉得我好像吃大亏 是因为呢在过去的年头 当中大家都赫然发现说 企业避税的效率非常惊人啊 举一个例啊 这是2018年 这是在他们的G7讨论会议当中 拿出来举的例 2018年 208年 哎呀国语不标准 他说脸书呢在英国 获利了16.5亿的英镑 那他缴了多少税 他缴了2850万英镑 所以他只缴了1.7%的税 他用各式各样的一个避税手法 所以通通都规避掉了 最后他只缴了1.7% 然后英国政府就觉得 哇你这样子很气啊 然后呢像是这个Amazon啊 Amazon呢这个获利200亿美元 然后呢他只缴了18亿美元 他只缴了9% 那其实9%呢是不到 美国21%的法定企业税的一半 他只缴这么少 所以呢现在呢 这个根据G7他们的调查 就发现说 哇这些跨国企业 在2020年 他们总体避税 已经逃掉了28亿美元 好当然你不能说他不合法 他合法呀 他就是一个跨国企业呀 我就是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我都有分点公司啊 那我每一个分点 我就会有一个营收啊 那我只是很巧妙的 把它放到那里去 我没有违法啊 这个就是我做账的一个方式啊 所以呢你不能说他违法 但是呢你就会有道德争议嘛 所以呢他们说了 哇这个28亿很多耶 然后呢这28亿大家就开始说 如果我把它收进口袋的话 我可以做什么事 大家想来想去想很多事 那最近呢有一个例子 就让他觉得哇心有栖其烟 他说这28亿美元可以做什么事 可以做一件好有意义的事 就是他可以在全世界 20多个国家 聘请70几万名的护士 去帮忙协助抗疫 对抗COVID-19 所以呢你说28亿美元 可以做好多事 通通捐出去做善事也很好啊 结果通通现在都是这些有钱的企业 全部都自己又收进口袋里 通通不用缴出来 好所以呢这些企业 现在恐怕得要面对的是 接下来没那么好避税了 该缴多少税 你可能就得要缴出来 那很多的一些避税天堂呢 也不太赞同这样的一个协议了 我们来看现在有哪一些 世界上公认的避税天堂的国家 比如说我们刚刚举的例叫爱尔兰 爱尔兰它的企业税就有12.5% 所以呢它因为地缘关系 很多英国的公司 直接就把它设在爱尔兰 因为它的税很低嘛 那在英国虽然也不高 19% 但还是差很多嘛 那所以呢这个爱尔兰就没有很同意 他说税这种问题 应该要给个别国家很大的自主权吧 如果一个国家连他税收的税率 都不能定的话 还要看你们这些大国家脸色的话 那也未免 嗯嗯对不对 他不是很同意 但是呢你不同意归不同意 你要不要遵循 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呢这个爱尔兰就弱弱的讲一句说 他希望有更大的税率的自主权 但就看看接下来G20会怎么决定咯 那另外看瑞士 瑞士很多人也说避税天堂 然后避税呢 我们看瑞士它的税率是12%到24% 然后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弹性调整 12其实也很低 所以呢很多这个大公司也会设到瑞士去嘛 但是呢这个瑞士也没有很同意这样的一个G7的一个协议哦 他说我没有想要调整哦 嗯如果这个你们的协议是你们的协议 但是我要不要调整呢 应该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主权哦 所以呢瑞士其实呢言下之意好像观望中没有说他同意或不同意 另外我们来看开曼群岛 大家应该常常听到了吧 英属开曼群岛很多公司 他都把这个公司直接开设在英属开曼群岛 为什么 他不用税 税负全免 难怪公司通通要搬到英属开曼群岛 但他到底在哪里 你可能不用知道 但是他就反正免税 那另外看到新加坡也是一个避税天堂 他的企业税呢是4.25%到17% 最低最低也只有4.25%也很低 所以呢其实在亚洲还有这个很多跨国企业 也一定会在亚洲新加坡会涉点 另外还有越南 越南呢他有这个4免9减半的一个企业税 就是前4年免税 后9年呢就是税负减半 这都是非常吸引这个跨国的大企业了 所以呢现在这些避税天堂 如果他们这个没有办法抵抗G7的一个这个协议的话 可能未来这些税率或多或少 可能要有一些调整了 那企业方面呢我们来看哪些企业可能会受到影响 刚提到了如果你的一个净利润在10%以上 然后呢可能就要被这整个G7的一个协议给纳进去了 这些跨国大企业 我们来看到现在专家点出来这一些可能都是未来 他的税率可能会有一些微调的 包括像日本的软银 然后呢像是这个中国的耀明康德 还有像我们的台积电啊 翔硕 这些都属于跨国大企业 那未来很可能也会在协议当中 他的税负要受到影响 Alexa How much is Jeff Bezos worth Jeff Bezos worth an estimated 126 billion US dollars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以上兆台币身家 连续四年蝉联全球首富 关于有钱人纳税一问全世界都很好奇 不过未来这些大企业富豪就算想少缴一点 恐怕也没这么容易 The global minimum tax would also help the global economy thrive by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for businesses and encouraging countries to compete on positive basis such as educating and training our workforces and investing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nfrastructure 过去30年各国竞向以低税率 吸引跨国企业前往投资 避税问题恶性循环 为了不让大型企业公司寻求 避税天堂 加上解决这一两年各国政府 新冠疫情债务困境 七大工业国财长达成共识 无论未来企业总部设在哪里 全都得支付全球最低企业税率15% 我感谢宣布今天 后一段时间的谈论 G7的金融政府 已经到达了历史的计划 去改变国家的投资系统 所有类型的公司 即使是在投资核域 或是在数据公司 其实全球最低企业税率 还没有定案之前 欧洲各国早看科技巨拨 相当不顺眼 所谓的Gafa就是谷歌 苹果脸书和亚马逊 因为根据欧盟法律 美国企业可以在欧盟的单一成员国申报 来自整个欧盟的利润 但大多数企业会选择爱尔兰或荷兰等低税收地区报税 甚至就连在发展中国家避税的金额也至少高达28亿美金 足以在全球20多国 请70多万名护士协助抗议 只不过全球统一的最低企业税率 当然不是大家都同意 因为爱尔兰税率只有12.5% 早已站出来反对 根据G7的协议文件 这项征税条款可套用到净利润至少10%的企业 包括日本软银集团 台湾的台积电和祥硕都将受到影响 只不过目前协议只限于G7和欧盟 还需要获得7月份即将登场的G20会议支持 也得看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会不会点头 加上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敲定 是否会成为全球合作获取障碍 都将是关注重点 在新闻黄春宜报道 在新闻就会与公司的公司